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韩同网校 过去的课程中我们是学习了几个实质呢 第一个,一般现在时 通过在词干后面加smita,smiga这种方式来实现,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接触了如何表示过去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在韩语中体现的方式是在为词词干后面加上at,at,yap 然后再加上表示句子终结的smita,smiga这一类的方式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将来时是怎样在韩语中体现的 和过去时一样,将来时呢,也是需要先在为词词干后面加上一个小尾巴 然后再去加表示句子终结的终结余维 这个小尾巴呢,就叫做ge 比如说hada,我们就可以加hagetta kada呢,就会变成hagetta 是不需要区分有没有收音的 所有的都要加上ge 接下来呢,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主语是我或者是我们的时候 然后一般情况下在未来时里面会表示什么样的意思呢 是不是会说,哦,我要当宇航员,我要当博士 我来做这件事情吧,我会去的 从这几个句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当主语是我或者是我们的时候呢 其实通常是表达主语的意志或者是打算,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句 나는 평생을 사랑하겠습니다 나는, 나,我,는表示强调的注词 평생,一辈子,는是脑里的缩写 사랑하다,爱 사랑하다后面加上ge 表示未来将来 因为主语是 나,第一原称 所以呢,肯定是我的某个想法,某个打算 所以这句话分译出来就是 我会爱你一辈子的 我这辈子都会一直爱你,对不对 나는 평생을 사랑하겠습니다 我会爱你一生一世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句 非常常用的一种说法 也是在综艺里面经常听到的 제가 열심히 하겠습니다 제가,我, 열심히 一个父词,努力的,加油的 열심히 하겠습니다 表示未来一个意志或者是打算 제가 열심히 하겠습니다 您不要担心 您不要担心 我会努力的 열심히 하겠습니다 再来看一个 내 녀 내 한국에 다시 오겠습니다 내 녀 내 한국에 다시 오겠습니다 내 녀是明年 因为表示时间 所以要在后面加上a的这个注词 形成 내 녀 내 한국에 다시 오겠습니다 다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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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再来的,对不对 再一次 오겠습니다 要来 那么整个句子的意思就会是 明年,明年我还会再来韩国的 表示自己的意志 这里的我是被省略掉的 내 녀 내 한국에 다시 오겠습니다 好,学习了第一人称 加上get 来表示个人的意志或打算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句子中的主语是第二人称 或者是第三人称的时候 get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是画者的推测 因为get本身表示的是将来 对不对 说话的人呢 是无法像了解自己一样 确定肯定别人下一步的动作 或者是打算 所以呢 是从画者的角度来推测 这个主语接下来会怎么样 因此呢 当它主语是第二人称 或者是第三人称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说get 是会表示推测 比如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句 piga ogesmita piga oda 固定搭配下雨 ogesmita 说话的人看到天气不太对近 对不对 或者是听到雷声 然后说 哎呦 这是要下雨啊 通过自己获得的信息进行判断 判断主语 p 马上就要来了 piga ogesmita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 这个电视剧肯定会活 这个电视剧 i drama 对不对 只是代名词加上名词 i drama tei bang na da 表示火有人去 如果在tei bang na da 这个单词后面加上get 表示什么啊 表示说话的人 根据自己获得的信息来判断 这个电视剧 i dramaが怎么样呢 肯定会 get tei bang na gesmita 火 那我们在刚才的学习中呢 一起看了一下 陈述句中主语是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的所有情况 这个时候 嘉宜老师就有一个小问题了 如果我们放在疑问句里面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get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会明白了 mor 드시겠습니까 mor 드시겠습니까 mor 是 mor 是 mors 的缩写 drushida 吃的 进语 gesmika 形成的是 要吃嘛 对不对 mor 드시겠습니까 您要来点什么呀 去餐厅点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 所以说 如果get 在疑问句中出现的话呢 它通常是表示 画者询问对方的打算 那么通过以上几种情况呢 我们已经把get 在初级中需要掌握的几个点 都告诉大家了 希望大家课后 一定要记得复习哦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上到这里了 yorobun sugo a shosnita wuri taum shikane mannayy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